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科隆人》 影片一开场 在波多黎各的某实验基地 神经学家胡子叔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等待下一个捐赠者 胡子叔的主要工作 是把人的意识复制粘贴到机器人的脑子里 由于这项技术还不是非常的完善 因此之前的实验全都失败了 今天来的这位捐赠者 是一名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将农者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提取之后 胡子叔开始往机器人脑子里 植入酱油哥的意识 这个操作程序非常的酷炫 而且看得人是眼花了了 机器人被激活之后 酱油哥的意识也跟着复活了 酱油哥低头一看吓了一跳 说我是谁我在哪 你们究竟对我干了什么 胡子叔说你的大脑意识 被移植到了机器人的身上 你已经获得了新生感恩吧老弟 酱油哥说我这样既不能吃喝玩呢 又不能闷点蜜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酱油哥是越说越来气 马上就开始自残了 胡子叔一看 急忙把机器人给断了电了 实验再次失败 老板王大白非常的生气 王大白说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你让我怎么向董事物交代 胡子叔说这是我毕生的心血 我举家搬到这 就是为了把这事给动成 现在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你再给我打时间吧 胡子叔有个幸福的家 老婆冷淡节妩媚多情 让人羡慕得不行 三个孩子虽然长得一点都不随的 但一个个不仅聪明伶俐 而且活不开 卷毛哥跟胡子叔在一个单位工作 两人的私人关系非常不错 这卷毛哥表面上看得像个花公子 其实却身怀绝技 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克隆人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或佛 胡子叔带着一家人 出去度周末的时候 不幸出了车祸 一家五口人就剩他老哥一个 突如其来的打击 并没有让胡子叔懵逼 他马上给卷毛哥打了一电话 然后利用先进的技术 提取了老婆孩子大脑里的意识 卷毛哥说克隆人可是规法 而且现在技术也不成熟 我克隆出来的第一批动物 全是残字笔 不是缺个不少粉就是眼下耳朵 这真的不行 胡子叔说甭嫌扯蛋了 开干吧 卷毛哥说万一到时候出事可怎么办 胡子叔说那剧本到底你看了没看 该咋办咋办 随后两人开始进行克隆人的筹备工作 不过用于克隆人的仓属只有三个 那就意味着胡子叔要在老婆 和三个孩子当中做一个取舍 为了做到公平公正 胡子叔采取了传统的抓救方式 最后他的小女儿不幸被抽中 接下来克隆人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卷毛哥说你得24小时寸目不离地盯着 一旦出现任何一点的插错 那就前功尽进 到时候就算是上帝也没有回天之灵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能停电 不然他们几个全在脸上翻了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胡子叔把一条街的汽车店名全给偷了 克隆人需要17天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胡子叔是度日数年 为了防止老婆孩子出来之后 问起小女儿的事 胡子叔把关于小女儿的记忆 从其他人意识里全都给删除了 由于胡子叔好几天都没去上班 这让老板王子白非常的生气 卷毛哥说胡子叔病了 跑度拉锡彻底梦定 王子白说你帮我烧个话 董事会已经决定了 这项实验如果再不成功 这个寂寞我们就要关门了 为了防止王子白起疑心 胡子叔不情愿地到单位溜达了一圈 当他刚回到家 正好跟儿子老师撞见 老师说你儿子好几天都没上去 跟你老婆也联系不上 不过刚才你表弟已经告诉我了 让孩子好好养病 胡子叔进屋之后问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卷毛哥说 我跟老师说你儿子出水痘了 目前在他爷爷奶奶家养病 胡子叔说 他爷爷奶奶早就领盒饭 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办 为了掩人耳目 胡子叔冒名顶替 分别给大女儿和儿子的同学回了信息 由于之前的实验一直没成功 因此胡子叔在给老婆孩子 植入神经和意识的时候 每次都以失败高中 眼瞅着克隆人就要出仓 胡子叔是一瞅目的 急得团团转 17天很快就过去了 可胡子叔还是没闹明白 到底哪出了问题 为了给自己留出解决难题的时间 胡子叔在老婆孩子出仓之后 分别给他们注射了震惊剂 在他们昏睡的72小时里 他必须把问题给解决掉 不然一切都白忙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胡子叔无意中发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令他欣喜若狂 最终神经和意识成功地 植入到了老婆孩子的脑子里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胡子叔连夜把小女儿的物品 全都扔到垃圾下面 第二天的一早 当胡子叔来到餐厅 一切都像车祸发生前那样 老婆是厌光四射 孩子们天中火火 很快又一个捐赠者 被送到了实验室 此时的胡子叔意识到 一旦捐赠者发现 自己被一日在的机器人的身上 那将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 胡子叔把自己的意识 复制粘贴到了机器人脑子里 虽然克隆出来的老婆孩子很完美 但有些残留在脑子里的记忆 并没有被删除干净 大女儿一到晚上 就整宿整宿地做了梦 当胡子叔正在删除大女儿脑子里 那些残留的记忆的时候 被老婆冷淡姐给发现 在冷淡姐的追问下 胡子叔只好说了实话 胡子叔说我们发生了车祸 你和孩子全都挂 换句话来说 你和孩子都是我克隆出来 冷淡姐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胡子叔说那我还能咋办 你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没有你们我还活个什么劲 虽然胡子叔把关于小女儿的记忆 从老婆孩子意识里删除了 可小女儿在家里的一些东西 她并没有收拾干净 很快老婆孩子就发现了蛛丝马迹 而就在这个时候 老板王大白突然不请自来 王大白说你的事我都知道 准确的说 你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都是公司的资产 你知道这件事 要是泄露出去是什么后果 现在你已经掌握了 如何将人类意识传输到机器上 试想一下 如果把最优秀的飞行员 放在几千架无人机上 又或者把黑客的意识 加载到病毒里 你能想象这里面的价值有多大 胡子叔说那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王大白说 你老婆孩子在车祸中已经领了好盘 你自要是把你的研究成果交给我 你还有机会跟他们吃了团案 胡子叔一看 王大白要把老婆孩子 从自己身边夺走 那能干吗 趁着王大白不注意 上去就把自己老板给做公圈了 然后这哥们毁了所有的数据 带着老婆孩子虚晃要绕撒子聊 醒来之后的王大白 带着人在后边狂追 由于公司在科隆人的时候 会在产品的体内植入追踪期 因此胡子叔一家人 不管跑到哪 王大白都一枪二出 要说作为医生的冷淡姐可真是个人才 虽然是科隆人 但专业技术一点都没丢 很快便利用心脏起搏器 把他和孩子身上的追踪器给毁掉 本来胡子叔打算坐着 卷毛哥的游艇逃走 可没想到卷毛哥在王大白的威逼力量之下 居然把他给出卖 一家人刚来到港口 王大白带人就杀到了 直接就把冷淡姐和俩孩子带到实验室 胡子叔赶到实验室跟王大白谈判 这王大白也没客气 一枪就让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卷毛哥领了和汉 这招杀鸡性猴立竿见影 胡子叔马上就去骨了 答应把算法交给王大白 不过这只是胡子叔的缓兵之计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激活那个已经植入他意识的机器人 这机器人跟胡子叔那可是一条心 上去七里咔嚓就把王大白的手下全给杀了 王大白临死前说 就算我死了 其他人还是会追杀你们全家 胡子叔说 那咱俩合作 我帮你复活 你放我们全家一马 17天后 王大白被客龙出来 而胡子叔又复制了一个小女孩 影片的最后 王大白和作为机器人的胡子叔通力合作 专门为那些宾死的有钱人提供续命的机会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吃一家 生老病死是规律 不要人为去改喻 如果全都死不了 人类今后咋延续呢